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委内瑞拉局势不会升级为新的加勒比危机 也不会让该国变成第二个叙利亚 拉夫罗夫表示 如果美国试图对委内瑞拉进行军事干预 绝大多数的拉丁美洲国家都会明确拒绝 即便是反对马杜罗并希望重新大选的那些拉美国家 也会感到非常的紧张 拉夫罗夫补充说 我认为加勒比危机不会重现 委内瑞拉也不会成为第二个叙利亚 当天拉夫罗夫还对3月下旬俄罗斯两架飞机 飞抵委内瑞拉一事再次进行了澄清 他说俄罗斯的军事装备是在2001年查维斯 再任时签署的军事技术合作协议背景下 合法供应给委内瑞拉的 设备需要俄罗斯专家的定期维护 现在是进行此类维护的时候了 此外哥伦比亚总统杜克2号晚上重申 哥伦比亚反对军事干预委内瑞拉 哥伦比亚也无意对任何国家发生军事进攻 杜克同时表示 在利马集团最近一次会议上 该组织其他拉美国家成员 也一致反对武力打击委内瑞拉 哥伦比亚当地舆论认为 反复强调军事威胁 并不利于解决委内瑞拉国内面临的经济困难 而对于正处于经济缓慢复苏阶段的整个拉美地区而言 各国也都期待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 着力发展经济